朋友们大家好 这种热银电阻在电热板当中用的是比较多的 也很常见 今天我们就聊会儿 它在电热板上面的作用 以及它的好坏判断 这是一个电动车充电器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这个热银电阻 就是包括它的型号 我们看一下 NTC 就是它是个负温度系数的热银电阻 这还有一个5 5就是它在常温的状态下 它的组织是5欧姆 后面这个15 15就是它的大小 它的规格 它的直径就是15毫米 这个标注的就是它的型号 我们测量一下 它在常温状态下 它的组织是多少 5.0是吧 5欧姆 这是一个正常的热银电阻 负温度系数的热银电阻 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就是它的组织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就是它温度越高 它的组织会变得越来越小 它的最小组织可以达到0.1欧姆 当它的温度变到常温的时候 它的组织也会慢慢的变大 会变到和它标注式一样的组织 就是5欧姆 当我们给电源板通上电以后 它会给这个主力一波电容充电 充电的瞬间 这个电流非常大的 就相当于这个正负极直接断路一样 所以说电流非常大 串联这个热银电阻 就是为了降低它的电流 从而达到前级这些元件不会烧坏 快速判断它的好坏方法 就是用无线表 测量的时候 如果它是开路的状态 没有任何组织 就证明这个百分之一百 就是它坏了 如果测量有5欧姆的组织 我们就可以99%的判断为它不坏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